來看到這在屏東方寮有棟號稱全台最簡直的透天錯 被民眾戲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原來這棟三層樓高的建築物面寬只有一米七 等於成人張開手臂的寬度 而中間如果再放個樓梯就幾乎占掉了大部分的面積 根據瞭解此處目前是閒置空屋 一位成年男性張開手臂就是屏東方寮這棟透天錯的寬度 用尺量下差不多一百七十公分 把寬度拿去跟旁邊透天錯一筆等於只有一半的寬度 這棟透天錯號稱是全台最窄的建築 透天錯被民眾戲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 等於就夾在隔壁兩棟透天錯中 面寬僅僅一米七卻是麻雀髓小五臟俱全 一樓門口裝了鐵女門 二樓有窗型冷氣 外面還加裝欄杆 三樓也有對外窗 而且面對的是大馬路 已經有五十多年屋齡 屋子之所以會這麼窄 原來是因為蓋屋之前 是一條供後方菜市場進出的小巷子 因為土地面積太小 賣不掉又沒有多根價值 地主只好選擇蓋房自住 鄰居說原本有一對七十多歲 朗夫婦同住 後來去年兒女將他們接走之後 屋子就一直空著 信箱裡頭信件堆積如山 門口的店表也因為欠費被拆掉 透天錯地點因為未在交流道口 交通擁塞 還有噪音問題 原本就不是建商看好的區塊 又加上屋齡已經超過三十年 幾乎只剩下等待都更整合這條路 記者林安平 頻道報導